各位觀眾聽眾網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10月17日星期天 習近平整頓各行各業 掃蕩各行各業 根據國際媒體和國際智庫專家的解釋 仍然是權力鬥爭 是為了他二十大連任服務 他要給中國人一個印象 或者給中共黨內高層一個印象 他是壓倒一切的 他是不可阻惡的 而且他可以控制一切 任何人都管不了他 所以他要整頓中國的各行各業 打擊 說是整頓 實際上是打擊 實際上是掃蕩 包括演藝界 包括教培行業 包括樂車公司 還有金融行業 以及這些民意企業 大企業組等等 全面掃蕩 其中的掃蕩還有具體的目標 比如說最近有一位開始整金融公司 在這些金融公司的時候 據說25家金融公司 金融機構被查 據說這個目標是直接指向國家副主席王岐山 因為金融領域一直是王岐山主管的行業 王岐山最早出道的時候 他在金融領域任職 中國的建設銀行 農業銀行 還有中國人民銀行 他都先後任副行長或者是行長 而且在王岐山任內還推動了中國成立第一個跨國的國際的銀行機構 就是當年中國的建設銀行 跟美國的摩根史丹利合作 建立了中國國際金融銀行 這是王岐山出動的 所以王岐山在金融業 銀行業所數大更生 而且王岐山跟美國的華爾街關係也很熟 彼此有很多的交情 包括高盛公司 所以前些年 王岐山跟習近平沒有翻臉的時候 如果有美國的企業家代表團 或者是華爾街的代表團 都會會見國家副主席王岐山 但是現在據說 習近平把觸角 剩下的這些金融公司 是逼近國家副主席王岐山的一步 這倒過來證明就是王岐山可能反對他連任 另外在高層鬥爭中是反習勢力的一員 因為在習近平第二個任期 兩人就漸行漸遠 最終走向翻臉 從路線鬥爭走向權力鬥爭 習近平試圖在這個鬥爭中逼使王岐山到過來支持他 如果王岐山不支持他 會發生什麽 他可能恐嚇對方 如果抓到金玉嶺的各種各樣的事情 是否要去清算王岐山 但王岐山作為國家副主席 所謂正國際領導人 習近平並不容易能夠達到目標 至於王岐山退休之後是否安全 是否能軟着陸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情 就在整頓這些的時候 習近平仍然是搞雙重標準 對習家軍網開一面 對他自己的白手套網開一面 比如說整頓各行各業 包括房地產業 現在萬達集團是最大的房地產之一 但是萬達卻被網開一面 萬達的老闆叫王健林 也算是個紅二代人物 他曾經是中國的首富 他的企業卷入了各種各樣的權貴 這些權貴是五大家族 就包括了習近平家族 溫家寶家族 賈慶林家族 還有王兆國家族 王兆國以前是政治局委員 另外甚至涉及到胡錦濤家族 胡錦濤家族之所以涉及的是因為他的兒子胡海鋒曾經經商建立一個基金會 但是胡海鋒後來是棄商從政 現在這樣離水著市委書記之後 所以這個基金會就轉讓給其他人在管理 所以這個基金會在萬達中也有股份 不知道跟胡海鋒還有多少直接的關係 總之 由於這五大家族在萬達集團 所以萬達集團迅速成長為首富 尤其是在習近平當政的時候成長為首富 這就跟阿里巴巴形成了對照 阿里巴巴裡面有七大中國的權貴 所以阿里巴巴也曾經是最大的集團 馬雲曾經是首富 馬雲現在已經處於軟禁狀態 阿里巴巴已經被收拾得差不多 而馬雲手下的另一家螞蟻金服公司也被習近平親自叫停上市 但是回過頭來說 萬達公司曾經很危險 但是現在看上去又轉為為安 曾經很危險 是前夕年萬達最風光的時候 是王建林最風光的時候 全世界收購 甚至把美國的電源線都給收購了 收購了很多球隊 大企業 在國外的酒店也很多 但是自從若干年前 他公開承認 他在幫習近平的家族打理財產 具體就是習近平的姐姐 齊巧巧 姐夫鄧家貴在他那裡擁有股份 所以這股份價值2.4億美元 他承認了這一點之後回到中國 結果就被邊控 不能出國 而後來他的兒子王世聰本來很活躍 前兩月突然清空了微博 似乎處於不妙的狀況 萬達就沉寂了一段時間 而王建林也沉寂了一段時間 然後很多的國外的資產也都變賣 包括美國院線也都賣給了其他的股東或者投資人 他自己出場之後突然暴受 顯得非常的憔悴 經過這一段低潮之後 最近習近平在整民營企業 按道理來說 萬達或者王建林應該是本整的一個對象 但是沒想到萬達和王建林卻起始回生 最近還高調宣佈 王建林高調宣佈 從現在開始 萬達的副總裁以上全部使用國產的轎車 紅旗牌轎車 他以前使用的外國轎車的餘力停用 哪怕他中愛的轎車都停止使用 這個消息還傳出 他跟中國的第一汽車集團 就是位於長春的第一汽車集團展開合作 所以萬達跟長春 還有其他一些企業展開合作 好像是一種政治上的合作 還有他套用了一個政治名詞叫戰略夥伴關係 建立戰略夥伴關係 說是打紅旗牌 搞國產 國內有一個說法 所以現在你做紅旗牌 用華為或者是看長津湖 你才是正常的中國人 你才是一個愛國的中國人 所以王建林加入了這個行列 所以他不僅是沒有倒 大而不倒 而且看上去是度過了驚濤駭浪 而且又在些時候發展了更大的事業 關鍵就是在這裏 他背後有人 他不僅是有五大家族的問題 五大家族沒有用 只要跟習近平家族無關 就像阿里巴巴一樣 七大家族都保不住 因為跟習近平無關 但是關鍵是他跟習近平相關 說每個家族都有白手套 萬達是習近平的白手套 習近平家族的白手套 就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財富從一些既得利益集團轉到另一些既得利益集團 別的利益集團要被整 現在當權的利益集團就要發達 所以這就是萬達和王建林逃過一劫的原因 王建林曾經有一些著名的名言 所謂我不關心政治 但是親近政府 說親近政府遠離政治 事實上就是暗示他在官商勾結 權錢交易 但是他又不問頂權利 不給領導人構成威脅 他還有一句名言 例如說萬達的長項是什麼 萬達就是有錢 非常的油氣 既不會創新 也不會發明 那就是有錢 錢來自於哪裡 說不清楚 房地產 或者是銀行的貸款 都能夠以低價拿到低貸 都能夠以優惠拿到貸款 這就是萬達的起費之路 而發展了半天 也不過就是一個房地產 中國的首富 這個富 那個富 最終也就是落到房地產 很少像美國或者其他國家那樣有什麼發明創造 像比爾蓋茨這種發明創造等等 所以也可以看出今年的諾貝爾獎在揭曉的時候 不斷的 大多數的跟科技相關的諾貝爾獎仍然是花落美國 美國是一個創新大國 發明的大國 但是仍然像過去一樣 中國號稱人口第一的大國 經濟體 第二甚至說已經超出美國的 但是沒有一個諾貝爾獎的得主 曾經有的話 多數是和平獎 另外以前還有一個僅有的圖幽幽 算是其中一個 但是幾乎是不受政府扶持 跟政府沒有關係的一個 除了一匹黑馬得過諾貝爾獎 除此之外就沒有了 所以中國的發展就是一個抄襲盜版剽竊 或者是原始的積累 就是房地產 不過現在的房地產要倒霉了 不僅是受到大國門的整肅 而且習近平宣稱要徵收房地產稅 其實中國人也好 中國的中產階級也好 最大的財富就放在房地產裏面 現在如果說房地產要徵稅的話 這是對中國中產階級以上的 到富有階層的一個沉重的打擊 所以習近平在全方位的得住人 現在進一步的得住到了中產階級和富裕階層 至於說基層民眾能不能得到好處 其實這些錢收上去之後跟老百姓無關 跟這些平頭百姓 跟中共官僚所稱的批命毫無關係 或者是被大家所稱的韭菜毫無關係 也就是收歸國庫 收歸黨庫 收歸習近平 緊縮開支 也許是為了戰爭 還要把這些韭菜綁架起來 去當炮灰 上演新的長津湖 塑造新的冰雕連 或者是冰雕冰團 由於習近平的雙重標準 是正登也好 反腐也好 掃蕩也好 雙重標準 現在電影演員正爽不忍了 忍不住了 開口大罵 甚至用上了草泥馬 古草的草 泥巴的泥 馬屁的馬 這個很文明的罵人的話 草泥馬三字經用上了 他是通過國外一個社交媒體 叫Instagram發表了言論 因為正爽是被習近平整肅的演員之一 整肅了趙薇 鄭爽 還有吳亦凡等一批的電影明星 我整肅了鄭爽的時候是給他高額的發款 說他是偷稅偷稅 陰陽合同 發了2.99億人民幣 相當於3億人民幣 現在鄭爽開罵 整的就是我這種沒有背景 沒有靠散的人 他說要發 大家一起發 他說整我一個90後 白手起鴨 創業的90後算什麼本事 他說我在國際上拿到代言 政府沒有幫任何的忙 都是靠自己辛辛苦苦 還說我的創業很艱辛等等 然後他就提到 說中國政府 你是應該正式90後的時候了 正式為社會做出貢獻的時候了 說你們收的稅收究竟用在什麼地方 意思是說稅收是否公平 就算你發了我的錢 用到哪裡去了 然後他說一段時間我停頓了 他說我被一個巨大的烏龍所扣住 這個烏龍就是腐敗 然後他說腐敗已經不是一個社會習慣 而是一個大問題 一個真正的大問題 接著就直呼其名的說中國政府 就把這個連貫起來 就是中國政府腐敗 鄭爽開罵 就像他的名字一樣 罵的一個爽字 網友都說爽 而且說他是流量造反的第一人 或者流量革命的第一人 但是他雖然是罵得很爽 但是並不能改變他自己的命運 他雖然說不相信沒有背景就站不住 不相信沒有靠山就要倒 事實上中國社會就這個狀況 中國社會就這麼黑暗 而中共的官場 中國的權力結構就是這樣的雙重標準 這樣毫無道理可講 毫無法治可疑 完全是人質 甚至是某些人靠權力拍腦袋的這麽一場遊戲 阿富汗 塔利班 自從今年8月份接管政權之後 現在傳出發生內諷 發生激烈的內鬥 甚至可能導致前幾名領導人被殺或者是死亡 首先是巴拉達爾 巴拉達爾是塔利班的政治負責人 他曾經領導了跟美國的談判 在多哈舉行的談判 另外他也曾經兩度率團訪問中國 到北京或者到天津 跟中共外交部長王毅見面和談判 他在塔利班建立政權之後 都以為他會出任總理 結果他被安排是副總理 但是就在9月12日之後 他始終到現在一直未見身影 當時9月13日的時候 有一個喀塔爾外交部長訪問喀布爾 按理說 塔利班跟外界很少聯繫 喀塔爾是少數能夠有聯繫的國家之一 那麽外交部長來了 應該說負責政治事務 不過外交事務的巴拉達爾應該出場迎接 但是他沒有露面 是其他的塔利班領導人 回見了喀塔爾外交部長 外界當時很驚訝 就問巴拉達爾的動靜在哪裏 結果他們回答說他在砍大哈 之後就傳出他可能死亡 在內部的衝突中被殺身亡 但是塔利班播出了一個他的錄音或者是一個相片 表示他還要合作 他說這幾天我在旅行 他說網上有大量的謠言 他說我敢發誓 我還百分之百的合作 但是知道以後再也沒有露面 其實塔利班分軍方和文職這兩邊 說他們發生了衝突 軍隊的指揮官 軍方態度強硬 主張不僅不能夠跟阿富汗的其他派別談判 也不能夠跟國外談判 但是文職方面 文職的負責人 負責政治談判和政府組成的人 主張要跟其他派系談判或者和解 包括阿富汗的前政府 前總統等等 還有潘津西三國的抵抗力量 另外也跟國際上應該緩和談判 所以文職方面和軍方發生了衝突 可能巴拉達爾就在這個過程中不僅沒有預期的做總理 而且最後整個人就完全消失 極可能在內徵中被殺 比這個消息更震動的就是塔利班的最高領導人 被稱為埃米爾的最高領導人阿洪雜達 一直沒有露面 據說塔利班採取了伊朗式政教合一的統治 埃米爾處於金字塔的頂端 塔利班先後有三個最高領導人 最早的領導人叫奧馬爾 只有一條腿 一個眼睛 是抗蘇戰爭中受傷或者是後來的情況 他在美國把塔利班政權推翻之後 他在2013年說在巴基斯坦境內就病亡 是飛機河死亡 但是塔利班隱瞞消息 到了2015年才承認他是巴基斯坦境內因病身亡 後來在2015年 塔利班推出了另外一個領導人叫曼蘇爾 曼蘇爾當時是神學士 就是難民運中的學生出身 是以作戰 英勇出身 他當了塔利班的領導人 但是只過了一年 就在2016年美國的無人機轟炸中被炸身亡 之後塔利班就推出了第三代的領導人 就是最高領導人阿洪雜達 阿洪雜達是一個教師出身 所以對宗教比較能解釋所謂的伊斯蘭教 而且幫助塔利班定立所謂的一些律法 一些處置的條例 他在2016年被推為最高領導人 之後他就不太露面 露面很少 這一回塔利班在8月份接管政權的時候還宣稱 說他們建立了政權 拒絕民主 但是要建立一個最高領導人 說艾米爾就是最高領導人 就是由阿洪雜達出任最高領導人 相當於伊朗的最高領導人什麽哈梅雜伊這類決策 但是阿洪雜達奇怪的是還是沒有露面 實際上在早事後 今年6月份傳聞 說他是因為新型冠狀病毒是身亡 但是塔利班予以否認 然後這兩天他繼續沒有露面 突然在10月15日兩天前 塔利班的發言人承認 證實說他在去年 一年多前在巴基斯坦一次自殺炸彈攻擊中已經身亡 但是這個說法仍然引起了外界的懷疑 因為塔利班現在正在激烈的內鬥 內吼 互相仇殺 既然巴拉達爾已經不知所蹤 那麼最高領導人阿洪雜達也可能處於另外一個狀況 所以有兩種狀況 一個就可能是被控制起來當了傀儡 不能夠行使他的領導權 再一個就是可能在內鬥 內爭 內吼中被殺身亡 然後就謊稱是去年 因為如果是去年的話 不至於說塔利班今年都取得了政權 還在宣傳他們最高領導人是阿洪雜達 是埃米爾 而今年在塔利班7月份的時候取得了一半以上的阿富汗領土控制權的時候 阿洪雜達曾經在坎大哈發聲 說要建立一個廣泛包容的政府 說是要跟美國和其他國家保持友好的聯繫 說要吸取上一次塔利班執政的教訓 但是他仍然沒有露面 所以這一回塔利班的負責人在解釋這一點的時候未能令人信服 這就可以看出塔利班的確是越來越像中共 他的革命靠兩個起家 一個就是種鴉片 種英俗化 就跟當年中共在延安搞的那一套一套 種毒 販毒 再一個相似的是農村包圍城市 塔利班是跟毛澤東搞的一樣 另外一個就是拒絕民主 限制人民的權力 最後幾乎是政教合一 中共的這個教是馬列教 政教合一是邪教來進入政治 現在更相似的一點就是隱瞞消息 最高領導人神秘莫測 而且發生激烈的內鬥內鬥 給外界發布的消息未能令人取信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來講 塔利班不管是主觀還是客觀 在某種程度上似乎是中共靈魂的一個翻版 只不過塔利班明確的是恐怖組織 現在成了國家恐怖主義 而中共原來是由地方的土匪或者武裝 現在變成了國家恐怖主義 所以最終不管號稱什麽 在國家恐怖主義方面 迫害人民 威脅鄰國方面應該是很相似 在阿富汗就在兩天前 也就是這兩天 10月15日發生了猛烈的爆炸 就是坎達哈 一個清真寺發生了猛烈的爆炸 這個爆炸當場就導致47人死亡 70多人受傷 是塔利班接管政權以來最慘烈的一次攻擊 一般都懷疑是伊斯蘭國 伊斯蘭國在那裏有一個分支機構 在阿富汗叫做呼洛山 這個機構可能製造了這一次爆炸 因為在8月底 美軍撤離之前 這個組織在首都喀巴爾的國際機場製造了爆炸 當時導致了100多人死亡 其中有13名美軍 之後他在阿富汗繼續發動攻擊 但是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宣稱 說伊斯蘭國沒有構成重大的威脅 說他們自己可以對付 不需要美國或者外國的幫忙 他有一個發言人就剛剛宣稱 說伊斯蘭國的影響不大 發動的襲擊不多 結果他自己母親去世之後舉行了一個葬禮 這個葬禮本身就遭到了伊斯蘭國的分支機構 呼洛山的襲擊 所以應該說他話音剛落就有一個下不了台的事情 現在又發生了重大的爆炸 給國外帶來不安定感 但就在這樣的情況下 塔利班政權卻宣稱 說中共要對阿富汗投資數十億美元 說是投資礦山 或者佛教遺址 還有其他一些機構 說塔利班承諾盡量保護中共在阿富汗的利益 然後中共要做出重大投資 但是在美國這邊的智庫表示 說阿富汗塔利班這個說法應該是不真實 現在塔利班立足維穩 他成立了酋長國 沒有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 即便是作為美國的對手 中國或者俄羅斯都在代價而沽 都在觀望 隔岸觀火 並不見得能夠輕易的進去 到目前為止 中共給阿富汗提供的所謂人道主義援助 只有3100萬美元 就是中共所說的2億多人民幣 這個數字跟數十億投資相比太少了 根本沒有看出中共會在那裏大舉投資 包括俄羅斯總統普京都非常謹慎的宣稱 說我們可能會跟阿富汗或者會合作 但是不是現在 我們必須謹慎的觀察局勢 有關最近的新聞 習近平沒有出國訪問 已經兩年沒有出國 婉拒了所有的國際會議 甚至跟拜登要舉行的會談也是在視頻上 跟大家講一個小段子 實際上習近平跟金正恩來通話 互相詢問為什麼沒有出國 習近平問金正恩說你很少出國 不出國 甚至不坐飛機是什麼原因 金正恩說你猜猜 習近平說可能你覺得到了國外不安全 有生命危險 金正恩說錯了 習近平又猜說那是因為你離開北朝鮮 就感覺到國內可能會發生政變 推翻你 金正恩說錯了 習近平就問那究竟是什麼原因 金正恩說原因很簡單 因為我太胖了 我怕飛機沉不足重 會掉下來 然後他又問習近平說你現在也像我一樣 不出國 抄我的作業 不到外國訪問 據說已經有兩年了 是什麼原因 習近平說那你猜猜 金正恩就猜說你可能到了國外之後沒有安全感 怕有生命危險 習近平說錯了 金正恩又猜說那你肯定是怕離開中國之後 內部發生政變 把你推翻 習近平又說錯了 金正恩說那究竟是什麼原因 習近平說 實話告訴你吧 原因很簡單 就是不管哪一號飛機都太小了 裝不下我需要的保鏢和群眾演員 今天我就暫時講到這裡 提醒新來的朋友 記得點擊訂閱本頻道《陳破空中論天下》 並按下小鈴鐺 以收到及時的節目通知 謝謝大家收看收聽 再見 小鈴鐺 quem招下小鈴鐺 小鈴鐺 小鈴鐺